上次聚会中 我们探讨了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也提到说 耶稣履行了旧约圣经里的三重职份 也就是先知 祭司 汉君王 百姓十分热烈地迎接耶稣到来 与此对比的是犹太公会的领袖 还有宗教人士 他们对于耶稣的凯旋进程 都感到非常的愤怒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乌云开始聚集了 整个情况即将即转直下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路加福音 第二十二章第一节 经文是这样子说的 除教节又明 逾越节尽了 祭司长汉文是 在想法子怎样杀害耶稣 因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 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 犹大的心 他本身是二门土里的一个 他去跟祭司长和手电官商量 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很高兴 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答应了 就寻找机会 要趁群众不在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经文告诉我们说 除教节快到了 也就是逾越节 在这个时候 祭司长汉文是 开始密谋要除掉耶稣 而是二门土里的其中一位门徒 就是加略人犹大 也参与了这场阴谋 要背叛耶稣 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同时 耶稣正在准备着 要和门徒一起过逾越节 经文说 除教节到了 这一天必须在逾越节的羔羊 耶稣差派彼得和约翰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 逾越节的晚餐给我们吃 然后经文就提到 他们预备的这个过程了 第十四节说 时候到了 耶稣作息 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非常渴望 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这宴席 直到它实现在上帝的国里 我们常说 耶稣的受难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知道 自己即将被处死 他知道 自己将会遭到背叛 他也知道 彼得会当众否认他 他全都知道 这些事情 他在吃逾越节 研习的时候 都已经知道了 这里有一个单词 我要讲解一下 经文提到说 时候到了 在耶稣的侍奉当中 经文多次的提到 他的时候 他有时候也会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的时候有两种 首先是黑暗又阴森的时候 也就是他即将被定时自驾的时候 不过他的眼光没有停在这里 他望向了 他得荣耀的时候 不过 在这个当下 危机将至 他深深地知道 他在世上的时间 不多了 不要忘了 耶稣在这边 是逾越节的研习时 距离他被定死的时刻 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所以撇开他复活之后的事情不谈 这就是他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夜晚 他非常想要把握这最后一次的时间 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 所以他把他们聚集起来 准备一起在楼房里吃逾越节的研习 这个节日对犹太人而言非常重要 上帝命令他们每一年都要守这个节旗 不可忘记 因为逾越节是用来纪念上帝拯救 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的 对不对 上帝当初对法老和埃及人降下了十灾 并且对法老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是他们可以到沙漠里 到我的山上来侍奉我 十灾的最后一灾 是最可怕的 上帝 上帝击杀了法老和所有埃及人的长子 也击杀了他们所有投生的牲畜 上帝拆遣了这位报应的天使 灭命的天使 把死亡带到埃及人和法老家中 同时上帝也透过一些复杂的方式 来确保他的百姓和他们的牲畜 不被这灾难波及 你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他命令 每户犹太人都要宰杀一只 没有缺陷的羔羊 并把这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 这么一来啊 当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 看见门框上有羔羊的血 就会知道里面住的是犹太人 就不会灭他们的命了 这样 有在门框上涂羔羊之血的人家 就能免于上帝所降的灾祸 所以我们知道 这就是旧约历史上最伟大的救赎行动了 上帝让犹太人的孩子活了下来 并且救他们脱离法老的迫害 脱离埃及人的困绑 然后使他们分别为圣 做他的百姓 对他们说 我要做你们的上帝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所以每年犹太人都会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 每位父亲也都有责任 要向儿女说明 为什么要吃逾越节的筵席了 我说过 逾越节主要是用来庆祝 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是为了要纪念以前的事 上帝要他们不可忘记 他们是怎么从埃及人手中被拯救出来的 不可忘记逾越节羔羊的血 但这个节日也不只是望向过去而已 在上帝的护离与安排之下 这个节日同时也指向将来 那最后的逾越节 在那一天完美的逾越节羔羊 将会被刷献祭 并一劳永逸的完结献祭的制度 透过这完美羔羊的血 百姓将会经历比出埃及还更大的拯救 不只是从法老手中被救出来 更是从撒旦的捆绑之中被拯救出来 脱离死亡 因为上帝将拯救他的百姓 进入他所应许的天国 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进到天上的圣殿里 所以耶稣把门徒招聚在楼房里 跟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 他在逾越节筵席的过程中 改变了这个研习的意义 你能想象 这对犹太人而言是多么重大的事吗 是谁胆子那么大 敢去修改逾越节的传统呢 只有一个人有权柄 来进行这么大的变动 那就是耶稣本人 因为逾越节的主角就是他 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上帝赋予他权柄 重新来定义 重新来诠释 这个旧约胜利 在我们探讨这些变动之前 我想再补充一点 基督在这里所做的事 不只是庆祝逾越节而已 同时也是完结了旧约 因为在这个楼房里 新约教会正式诞生 很多人认为教会是在五旬节那天才诞生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教会是在这个楼房里诞生的 因为耶稣就是在这里设立新约的 每当一个约成立的时候 都需要以血为证 而耶稣在楼房上设立这个新约 所用的血就是隔天下午 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他再次宣告了新约的成立 他拿起饼 然后呢改变这块饼的意义说 这是我的身体 许多人为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争论不休啊 他的意思是说 他真的变成了一块饼吗 是这样子吗 这里的事算是细词吗 意思是不是说 这块饼就等同于他的身体 有很多人都是持这种观点的 马丁路德就是这么认为的 并且在这个议题上 跟众改教家辩论 众人辩论说 这饼究竟等不等同于基督的身体 就像赫鲁雪佛之前 在立合国会议上拿鞋子敲桌子一样 路德有次也猛敲桌子喊说 这是我的身体 耶稣确实是这么说的 不过耶稣也说过 我就是门 翻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没有人会把这句话理解 为耶稣说他自己就是一片带有门把和门轴的橡木板 大家都知道 是这个动词经常也有代表的意思 在这个研习中 耶稣把一个在过去含有既定意义的元素 赋予了新的意义 如今线上的不再是逾越节羔羊 而是他自己的身体 他自己的生命 对吧 经文接着说 在他们吃完饭后 耶稣也照样举起了杯子 在越节宴席中 犹太人会不时举杯喝酒 耶稣同样也改变了 这个动作的意义 他说 这杯 是我用血 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使罪 得赦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我的死 只等到我来 有件事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在早期的教会中 基督徒都是 每个礼拜举行圣餐礼的 庆祝这个新约 而不是每年只庆祝一次 每个礼拜都庆祝 因为他们知道 这么做 能够有效地传达 并表明 十字架 与新约的 重要性 表明那 完美无瑕 被宰杀的羔羊 所献上的 赎罪祭 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每次在教会 举行圣餐礼的时候 就是在庆祝这件事 各位都知道 许多教会 都因为各自 对圣餐的理解 有所不同 而分道扬镳 众教会 在这件事上的争论 不但绵延不绝 有时候还很 尖酸刻薄 意气 永世 大家都知道 圣餐的意义 非常重要 不容小觑 那耶稣这句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与圣餐的关联 是什么呢 以罗马天主教为例 他们发展了一个 叫做 遍体说的教义 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遍体说的意思 就是在弥撒的时候 请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饼和酒在本质上呢 就会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 也就是说 耶稣的身体和血 会真的出现在圣餐当中 他们采纳亚里斯多德的分类观点 说每个东西都可以区分为实质 与偶然性 这个偶然性 指的是外在可见的性质 外在可见的性质 例如 我的外套是蓝色的 蓝色就是这件外套的 外在可见性质 罗马天主教就使用了 亚里斯多德的这个观念 说在弥撒当中 会发生神迹 使饼和酒的本质 转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 但他们的偶然性 仍然维持不变 也就是说 饼看起来还是饼 吃起来是饼 若掉在地上 也是发出饼的声音 摸起来也是饼 它一切外在可见的特性 都仍然跟饼一样 因为它外在的性质 就是饼 但它其实已经不是饼了 饼和酒的本质 实际上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 和血了 但路德认为 这些是道的神迹太多 太琐碎了呀 所以他做了点修正说 不是这样的 基督确实存在于 圣餐的饼和酒之中 但并没有实质与偶然性 那些琐碎的区分 不过天主教和路德 都坚持认为说 基督确实在实质上 存在于圣餐的饼和酒之中 加尔文当然对此很有意见了 在西元451年的 加克顿会议中 教会宣告说基督成为肉身 同时具有两个本性 他的神性和人性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他的神性和人性 并没有混合 混淆或区隔区别 他的神性和人性 都是完整的 也就是说 耶稣的人性 并没有被神格化呀 他的人性 依然是纯粹的人性 他的神性 依然是纯粹的神性 所以他的神性 可以同时存在于 匹斯堡 芝加哥 波士顿和奥兰多 但他的人性 就没有办法这样了 他的人性 会受到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就跟一个普通的人类一样 于是天主教和路德宗的人 就发展另外一个教义 作为反旗 叫做属性相通 他们说耶稣的人性 能够同时出现在 不同的地方 因为他的神性 能够把属上帝的能力 例如无所不在的特性 传递给他的人性 我认为这种观点 严重违背了 加克敦会议的立场 这种观点已经算是 把耶稣当成是一种幻影了 完全抹杀了基督 真实的人性 我们教会相信 耶稣确实在圣餐中临到我们 而且临到我们的是他的神性 他的神性与人性并没有分割开来 他的人性在天国里 他的神性也是 但他的神性同时也在这里 他的神性临到我们 我们就得以与完整的他 连结在一起了 历史上有许多人 不同意以上这些的观点 他们认为圣餐只不过就是一个象征而已 饼和酒单纯只是代表耶稣而已 基督的神性或人性 都没有存在 以上各种争论持续不休啊 因为教会明白 耶稣在去世前的那一晚 和门徒一起过最后一次的逾越节 他要设立一个新的圣礼 为的是滋润他的教会 使他的百姓记得 他成为完美无瑕的羔羊 献上完美的记 并使他们 得以预见 并且期盼 将来在高阳 婚宴上的 完美沿洗 到那时候 我们将得以 在他父的桌前 与他 一同作息 所以耶稣 算好了时间 让那些 要抓他的兵丁 到了夜晚才来 这样 他们才无法 打断 他设立 这最重要的胜利 我设立